什么 一粮食都没有了 一向牛逼的吴王刘逼此刻慌了 而主管军粮的将军还在嘀嘀 刘逼一想 粮食都没有了 十几万大军都没得吃 你还搁这三天三夜 刘逼一时之间有些气短 可运粮官也有话说了 他寒颓当带的是什么兵呢 三万骑饼 你看看这群骑兵 你让我一个小运粮官怎么抵挡 拖上去 住了 谁曾想到 周亚夫这个泼皮 好好的战车方阵不用 学起匈奴 用骑兵一股脑 这几番交战下来 可就把刘逼整不灰了 但咱牛逼的吴王 毕竟是跟随高祖征战的人 他稳住心神说道 华刚落下 不知名小将就上前禀报 一张嘴那就是老乌鸦嘴了 大王 咱们全军就剩下两三天的吃食了 刘逼有点傻眼 两三天 我怎么打下嘴眼 玄机 他灵光一闪 看来此战必须速战速决了 其实站在刘逼的角度来看 在全军断粮的档口 唯一的解法就是速战速决 要么攻下随阳城 要么就是大军转进如风 驱取周亚夫的粮草 这样才有一丝活路机会 这个主意不错 此刻的吴王刘逼 没别的选择了 惊奇飘飘 这是周亚夫一生中 最酣畅淋漓的一战 也是此生最后的一战 他立于高台上 无数汉军的眼睛注视着他 那一日 整个汉军耳旁 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同于汉军的群情激愤 吴楚两军的两个巨头 率先吵着起来 吴王刘逼 现在也牛逼不起来了 他是指着刘逼的鼻子 就开骂了 刘逼也很委屈啊 粮食都没了 士兵能不跑 一听到刘逼这么说 刘逼当场就火了 还不是你分配布军 还说老子的兵溃败了 刘逼整个人都麻了 他脸上的表情 是写满了绝望 接受学藩 他照样可以身体倍棒的 找几个歌姬 插花弄浴 彻夜游唱后亭花 再谈花月夜 岂不美哉 可现在 一造反 别说歌技了 连伙食都保证不了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帐内两个王 王对王吵架 帐外 吴楚联军 也没客气 直接上演了大型真人PK 谁也无法想象 曾经气眼滔天 几乎要轻负整个 大汉天下的七国之乱 三个月便烟消云散 等到李广 飞一般的冲进 楚王刘逼帐中的时候 刘逼早就喝了毒酒 李广刚放出狠话 刘五光当一声 就去地下 见刘邦了 谁也想不到 咱们牛逼的吴王刘逼 早就制定好了逃跑计划 他带着亲戏和儿子 策马狂奔 一听这话 小刘子花 整个人绷不住了 毕竟上一个说这话的人 尸体都量了快几百年了 这一路风尘仆仆 自不必多说 刘逼一路上收拢着愧君 跑到邻国必必封头 这东越国的邹瑶 跟南越国的赵佗一样 都是从高祖时代 就存在的山林老妖人 他的儿子邹赵湘 跟刘逼是老相识 两人甚至是结拜兄弟 这刘逼的豪言还没说完 就听见他的好兄弟 一声大吼 旋即 见光如我 斩尽无杂 巨梦的伸手极快 一见下去 刘逼又折了一个儿子 但很快 他的身躯也无力地倒下 后世事先李白有云 杀人如捡草 巨梦同遨游 而此刻 七国之乱的罪魁 这个跟随过刘邦 讨伐英部 一生辛苦经营 无国的刘璧 眼前的世界 逐渐变得模糊 他此刻 或许有些许不甘 但终究 还是化作了炮烈 帝王以弩 横尸万里 刘启 借着城治叛乱为由 对国内的刘姓诸王 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参与叛乱的七国诸侯王 皆是生死搏灭 谋士应高 等叛军高层 在史书上踪迹难寻 只怕也难逃命令 总拦此番七国之乱 七国联军 前期战警优势 却在梁王刘武的坚守下 被周亚夫 一鼓作气 连老顶都陷入 也经此一战 诸侯强 而中央弱的局面 彻底被挖进 大将军周亚夫 此刻正是人生中 最荣耀的时刻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下一集更精彩